哈斯对着Sola是一场,在我看来是一场实力差距比较大的比赛了 但哈斯呢偶尔也能打出一些,就是让很多学生都看不清楚的这个套子 他打Cero手都没缓,直接被3比0,Cero你妈真的打了一个VS泰姆 Cero,Cero这个RLP呢的确抢了,欧洲本来伸出就抢了 对 感谢这个兰州孙半风的一个飞机啊,感谢感谢 你感谢大家的半卡,大家待会不要急,反正我们先还是那个,这个奖三个复格迷你抽完之后我们还是先看比赛 看完比赛之后我们再继续抽,继续抽奖给大家嘛 对对对对 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啊 来嘛 看哈斯这盘怎么,哎,就地保啊哈斯 他为什么,打了那么狗嘛 他修地保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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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又这招 他这招好像打那个,打那个谁都没打 打AA也是这么用的 打AA都输了 好嘞啊,收到这个机会了 好了,你妈都抽完了,现在开始开始黑幕刷起来了 妈个蛋 哎呀,这种东西 怎么就黑幕了吗 哈,开始,这八二五仔,老子他妈想的真的是,开始的时候,你妈的感谢随风,你妈到最后就变成你妈的黑幕,我操 老子招得住 哎,这样子,我们 听就拿来什么一条心嘛 干嘛 那既然这次是我先抽的,对不对吗 对不对吗 那下一次就,下个,下个是键盘就我们先感谢一下周宁好不好 啊 啊 你别怎么样 感谢一下周宁 对啊 也可以啊,对不对吗 怎么卡着 可以的啊,没问题 耶,这个 哎 干嘛 不要急,不要急 哦,吓我一跳哦 我还以为,我还以为,你妈发错了,没发错,没发错 哈 没发错,没发错,下,下死我了 Sola以为这个水晶打,她没得跟水晶打了就没有东西了 哎,她 这样来修的 啊 她还修啊 哈斯本来就是那么狗的呀 这里妈什么人吗这个 啊,Sola不爽的一批现在 我就不明白她为什么还修 哼,下去发现还有两个宝 哈哈哈哈 凡的一批的那是 好了好了可以插下去了可以插下去了 可以插下去了 哎她不会在后面 不是她 她有个水晶倒的那个基地好吗 哎 哎 你现在比我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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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我好吗 刷一下 这你妈的 老子 老子 我是Sola,我告诉你 我只想说一件事情 就干死你 真的是干死你 我告诉你 反正我就不要你开矿嘛 说白了 抱着一千块钱 就没办法开矿 你感谢 所以 好 现在 现在可以绕上去把她跟水晶打了呀 她水晶打了 但问题是仙芝马就来了 哎呀 先把矿开了再说她水晶都不想打了 直接先把那个地宝咬了 妈个蛋 烦的一笔 先这块直接戳女皇 这妈 幸好我就把这个基地放下去了 没放下去真的就妈不想玩呢 在前期的这些连招 我觉得Sola打得非常好 那个Hass打得非常好 他这个所有东西都想过的 但是还好呢 说实话还好呢 这个 Sola也是个高手 没有乱 气归气 但是没乱 好 鼠标三个人我已经统计到了 嗯 感谢这个 川鼠吹B王黄旭东的飞机啊 感谢这个 LY1314的半卡 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啊 感谢邱明山车队的这个两个半卡 嗯 Sola其实打得也挺聪明的 他这波狗就不让你开挂 然后 你要开挂 那你就要把这个先知回来 你先回来我没压力啊 我反正 哎 我这个先知本来就戳不到你东西的 我的先知是过一会儿戳你四季利用的 你想是不是嘛 无所谓的呀哈斯现在 我本来就不 本来就戳不到你东西的 他为什么每天每天都打这 同样一个战术吗 不过Sola绝对不知道 我告诉你 他绝对不知道 他就是命中的 Sola的对于这种 这套 敌篮之流的打法 他是用 腐化带小狗这样的一个 不过去打的 这个打法其实有利有弊吧 我们看一下哈斯怎么来解决这个打法 感谢这个柳州随风和风暴鸟的一个半卡 强戳 哈斯已经不管了 丧心病狂了 这幻波女皇也不赚呢 也没有说打到十几些东西啊 不过你只要不开四季地 我怎么都是优势 他开不了四季地啊 说了也很明白 我开四季地你就干我了 对啊 我开不了四季地 反正我也是优势 你现在VS 你就出那个吧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VS 他绝对不知道我VS 你VS出腐化吧 无非就是 你出好了 你出腐化我就报虚空 你腐化有这些oracles here 其实可以用来 你出不到这波 这波先制的 说了 我这好像上一次跟谁打 跟Baba打的时候也是 Baba能用这套战术 他也是出腐化的 其实我真觉得像哈斯这种 是吧 就算输了也是打出风采了 你觉得有没有打出风采 我觉得哈斯的风格呢 反正每盘都是这么大的 感谢这个LUKKK1的飞机啊 感谢做动画的二速的飞机 感谢 感谢 好了 他已经知道腐化了嘛 然后就直接报虚空 最后给你钢脸 这波我告诉你 哎呦 装脸上去 无所谓 无所谓 她这波只要虚空虚得起来就行 Sola也找了一个最好的解法 就是她直接出腐化 如果她是出四蛇 是不可能开得出这个矿的 怎么说呢 你这个 你现在这么打嘛 我就觉得你的腐化虽然就那么一点的话 怎么跟对方待会大部队的去打 现在他要跳三本出了一个呀 出飞蛇呢 他不出飞蛇 他怎么打虚空吗 靠感染虫定的 Corrupters are going to come on forwards And again these oracles are going to back away once again He doesn't want to fight the corruptors because guess what Oracles can't fight corruptors He needs the Voyager is here for that And that's what Solo is not going to fight into Because he knows just how good those Voyager is going to be Surprise we're yet to see the hydra didn't come down honestly And getting set up in towards the kind of Well just the later game which generally does include a couple of hydras as well As just an extra little bit of anti-air 好 这边 这个腐化数量其实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多啊 没用没用 一接触就没了 Solar想用这个感染虫来定 但是有个问题 你定住你也打不过腐化呀 他主要航母出来了 航母配虚空 你没有没有那个飞蛇是不可能打得过的 我 我觉得这盘 哈斯胜率在8层左右 8二开 8二啊 我觉得妈的 这已经赢了呀 妈的 你 你要考虑到双方实力 这有 黄金舰队A上去没什么差距的 你相信我 黄金舰队A上去真的没什么差距的 哈斯我看不到失误的点 对啊 你看吧 老子5S爆航母 现在再出个 出个那个叫什么 我再出个大妈妈船 你不就有几个感染虫吧 你定好了 你定好了 能怎么样嘛 你定呢 对啊 你赶快给我赌哦 赌什么嘛 一赔二 一赔二 我赌 我赌那个赢 收拿赢 你赶不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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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了是不是啊 你是不是虚了 刚才你怎么说的啊 不是零吗 你这么有自信 你专业解说 他现在各种送兵 我怎么上吗 他送那么多兵 我怎么上吗 他送那么多兵 我怎么上吗 一赔一耶 你赶不赢 你赶不赢 快说 莫福 你这个乌龟 如果是女妈 各种送兵 我怎么办吧 哈哈哈 这个 我真的太希望了 你看 你这个 真的我太希望了 还有什么 妈妈的 这个晚上 这是妈的打什么呀 这个人 没机会了 哈哈哈 哎呀被 你们定的妈妈都不认识自己啦 這你媽他在打什麼呀 你要考慮到實力的差距好不好 這你媽也不至於這樣吧 你修帝寶不就贏的嗎 幸好我怎麼沒買 這你媽 我真的是醉了我靠 這你媽哈斯在打什麼呀 你媽腐化 腐化帶感人蟲子能打贏黃金艦隊 你媽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來 誰他媽才是專業解說 黃旭東這個判斷 什麼幹嘛 老子你媽在看他各種送兵我就不上了 因為我傻呀這種我會上 我不傻 算了媽的你 衝上懦夫那我也沒辦法 不過那哈斯打的挺有心意的 我只能說挺有心意的 還有毛現在還沒盤這麼大的 我說前期挺有心意的 對對對 對 我問你們你們還是想看哈斯打肉 當場那個 那個Sola還是去看顧米猴打那個肉 顧米猴已經1比0在領先肉 他們肯定看顧米猴打你媽你想都不用想了 那去嗎去嗎那我們去看顧米猴的比賽嗎 走嗎走嗎 那的確我摸了兩位說顧米猴的比賽的確 哈斯媽盤盤抱歉之有什麼好看的嗎 欸 換一下TV對吧 對啊 看crunk吧 crunk流清洗的 啊 cr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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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將 觀眾還蠻穩定的 六百到一千人左右 這 這 這顧米猴怎麼 他你媽的crunk連名字都沒有 這什麼鬼嗎這個 你不要管 反正 被地堡修的媽媽都不認識 你沒打進去 crunk連別人遊戲愛的都沒加 不過我們知道誰是誰就好了 種族就能看出來了 嗯 呃 肉閣打那個 顧米猴 嗯 這兩個人也算當事的敵擊高手了 顧米猴最猛的時候得有點打不過肉 肉肉死了呀 顧米猴死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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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包了就死了 顧米猴在最猛的時候 機械化 這甩的可以啊這甩的 壞的不錯了 他在最猛的時候被肉閣的那個打機械化還是被玩爆 肉閣打機械化特別猛 啊,這個破壞了 得咬穿著雞雞了 修不起來修不起來了,雞雞了 剛好 一比一,剛好啊 趁你們又放這種弱智 哼 為什麼,媽的天天都放 他為什麼能找到這種東西嗎? 他是弱智嗎? 不知道呀 趁你們媽,老師真的是燒不住了 趁你們媽 這個舞跳的比你跳的還噁心 我靠 這個,這個舞跳的真的噁心 這個舞跳的真的噁心 跟你們媽旁邊那個No Study完全沒得比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啊,我很想問一下Clunk 他的這些,就是這些 那選手跳舞的這種視頻到哪裏去找來了 肯定他們 有自己的圈子的呀 對不對嗎 你又不懂韓語 媽的,為什麼我們中國兄那麼放不開嗎? 媽以後讓他們也跳 哎呀 啊,選手名不懂 啊,選手名不懂 啊,剛剛我翻譯了 啊,不好意思 選手,選手名不懂 好了,來了啊,第二場 不一樣,中國選手呢,放不開 特別是他們跳舞的時候他們真的放不開 不像韓國人那麼放得開 不過歐美人也很放得開的 那你像,你像什麼嘎姐這種你媽跳舞 他媽他跳得爽的一逼 呵 幹嘛,是的呀 看比賽看比賽看比賽 看比賽 嘎姐決逼跳得爽的一逼 你信不信啊 對對對 我們中國的解說放得挺開的 呵,中國解說你媽的跳舞這塊也不 也不擅長的呀 不不不,王徐東還可以 呵 我最好是Nozong Nozong 那當然啊,Nozong是 Nozong這個的確是在跳舞這方面有 有天賦 Muyuki呢,也還能看 Nozong有點天賦 Muyuki也能看 對 然後什麼,他說麥老一種也能夠上去 做幾個動作裝的樣子 七百人也可以,其實 呵 這盤選擇提速口,凱爾肉格 打得非常的穩 他可能還是怕對方走那個野兵 對,剛才被野兵硬了一波嘛 好,過去各種找 先找一圈,看你有沒有野兵 你 順便繞個路 他這個路繞得有點誇張了 太 太謹慎了感覺 你這路繞了,顧密厚 第一時間回去你也養不到東西 這邊 這邊 看一看 其實我是覺得看那個肉格 怎麼對付顧密厚的機械化吧 之前那個刺蛇狗,刺蛇狗毒爆 然後轉,轉宿主打多線 其實就是肉格打出來的 當時所有人對顧密厚的機械化都沒辦法 就肉格用這一套破了他的機械化 你錯了,是因為顧密厚和肉格在練 也有可能 別逼是 但你不管怎麼樣他至少破了嘛 那就是因為在練,對練才能破呀 對不對 對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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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要再說半張勝利 我告訴你跳舞其實我告訴你 小元跳的挺好的小元 哈哈 哈哈 小元真跳的挺好的 小元 머� secrets 小元要出現在去跳個舞 小元 對 對 他蠻放得開的 他蠻放得開的 不是,他主要他的 правда優點就是放得開好嗎 這下 默 sher 出手了 先投两颗雷 反正姑妙的打法 前期都是以小骚扰为主 然后协同打得特别的好 哎呀 这这这这招中啦招中啦 哎呀 我快点 我刷一下 我刷一下 孙明峰比我们快点 直接打击击了 啊击击了已经 对的 一百美金的比赛 我告诉你 他不会怎么尽力打的 说明一件事情 就不是韩国人只针对我们 而是韩国人在任何时候 钱扫他们就这样准备打打就算了 对对吗 说好像是没错 我跟你说你们 你们想诱骗小元跳舞 只有一个一个办法 就是我要跟黄玉中去演出戏 然后又跟小元打个赌 然后小元输了 只能愿赌服输 他们这个一百美金 这个的确有点 有点有点随便打打的感觉 投一下就退了 是的呀 一千美金肯定这个时候就是坚持 我告诉你 估计后还是会正常打的 他A别人当然是正常打的 感谢这个败家之王的飞机 他妈的他现在就想 妈的我们怎么去 怎么去你妈的 去又骗 又骗那个小元好妈 败家之王妈的心思 哥怎么会不知道 看下一场 他们是波舞的比赛吧 应该是 波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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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波舞 嗯 其实呢 我觉得这个欧里莫比联赛呢 做得挺好的 每周都有一个对吧 我就是 我就是 我里面在 打了一百周了 一周一周反正就两百美金 他们有没有赞助的吗 他们应该有一点小赞助吧 一百 你想打了一百 这是一百零二周了吗 嗯 一百零二周 然后一百美金 是一百美金 不止一百美金 两百美金一周 那就打了两万美金的了 已经 问题他们还中间还有什么月赛什么的 月赛还是有点多的 什么三百美金 五百美金 我估计已经打打了四万美金可能打出去了 四万美金差不多吧 四万美金 对对对对 大概打了很久了 打几打了一两年了 一年多 一年十二 四成十四十八周 对不对吧 对啊 对吧 两年了打了 你就算一年就一万美金 一万五千美金 你就这么算了 打了打了两年了 打了两年了 打三万美金了 还可以 一年五十四周 一年五十四周 五十二周 打两年了嘛 他把一百零二周了嘛 两年了 哎呀 有四周 妈的 这种东西 我没算进去 看了怎么办 五十二周 五十二周 他们不可能 周周都打 他们这个比赛 周周都打的呀 每周都打的呀 不不也有一些 不会打 就比如说 布利沙抗这种 他们自己都要去的 他们可能就不会打 对对对 但基本上除了 除了布利沙抗 这个之外 基本上都打的 他们连那个什么 IEM这些都不停的 对不对吧 没停过呀 他们这个 对的 他们顶多是这个人去了 然后另外一个人顶着 在播的 没停过 其实也挺好的 这种比赛 他们之前这个比赛 应该是退迟赞助的 妈也不多啊 你想 妈打了两年 三万美金 每周都有 都有比赛 收视率还可以 他退迟出这点钱 也觉得还行吧 对吧 至少不亏 对啊 这样想吧就好了 对吧 至少不亏 其他都不说了 至少不亏 好了我们看一下 这盘 顾明侯怎么打啊 我是希望他能够打出 我们 看到的这个三线计划 顾明侯这名选手呢 并不是 所以说他拿了一次冠军之后 他就变得就是 就有叶小比他都不打什么的 他其实还是一名 非常草根的选手 嗯 哦他们说那个欧里莫联赛是那个 是克兰克的妻子筹钱般的 感谢做动画的二数的高级筹钱啊 一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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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兰克那个妻子好像之前也是在一直帮他做那个 一直一直在帮他做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 做做做比赛什么的 他之前之前我也联系过这个 就是有时候他会帮我联系选手什么的 哦 肉格还是提狗素 然后提房子素 这个是肉格现在比较 就他比较喜欢用的这一些一个套路吧 对 他还是希望看到人猪怎么打 特别是打 估咪红 我觉得他这个打打是没有任何问题 估咪红还是先投两颗雷啊 嗯 这个是估咪红的一个惯用套路 两颗雷之后 直接转那个 转爆火车在这边 看到了这没什么问题 这盘我相信 那个肉格应该防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 我们来看一下 那肉格怎么来防这个第一时间的 投 投地雷的一个战术 除非失误 就像上一盘那样直接没咬掉 那你告诉我怎么失误嘛 就没咬掉嘛 上一盘也没咬掉 上一盘四条狗咬不掉 我现在六条狗咬不掉 我现在六条狗咬不咬掉 哎呀万一第一时间没咬到呢 那他是肉格 他如果这都做不到 他还怎么当肉格 这个ID就可以换人了 这个比赛 这个比赛波五 波五 波五 这个Olimo没有像刚才那个 那个那么那么夸张 波十五 他妈的不是有点过分是太过分了吧 好吗 好了 多烟要起来了 正面应该是火车 火车烧咬 然后 侧面一个一个毒鸭 跟炮台 然后再空头地雷 这样一个多谢 我们看 肉格怎么来防 继续绕啊 下面这个什么时候动呢 那两船两船那个地雷 他就是打鞋通打的好 这盘子有生化不对 这盘子有生化不对 他就是打鞋通打的好 这盘子有生化不对 请你们不要小看顾名后的说话不许,他说话不许打得也挺好的。 这个军场那么要被蹭的,蹭得很不爽啊。 炮台放的也很及时。 这一盘算是稳步的发展到中期了。 对。 也没什么接触啊,这个局面就给我们感觉有点趋于平淡吧。 我一直觉得估计后的打法,你妈就这个贪命很奇怪,冰中组合也很奇怪。 好了呀,来了呀,来了呀,特别度假已经动了。 冰中组合奇怪,贪命奇怪,但是他效果又很好。 威力其实挺大的这波。 看他估计后的这个操作。 看扇子怎么样了,看扇子怎么样了。 看下面,关键队。 哎呦,这扇子有点好。 这怎么办? 这真炮台了呀,四个炮台。 给他打正面,炮台一放。 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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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毒爆撞到了。 还好,还好,还好,还好。 第一波其实这个真的散得有点好,这波火车下。 很危险,我在说很危险,刚才肉哥。 对,肉哥后面那波毒爆变了,然后飞龙也出了,家里面反穿一波,哎呀。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没话说,这波没话说。 还反穿了一波,你妈的。 这个比赛要打到2比2了。 这一波顾米欧已经上了。 这种,这种局势,我觉得肉哥很,应该不会让顾米欧反反了。 而且顾米欧不是打他那个擅长的职业化。 对。 你走森华部队的话,你的爆发力跟现在这些顶级的人组还是有一些差点。 對 要包要包找到了這波兵不要回去了 這波兵被吃了還打毛啊 走你走 走掉了走走 其實我覺得 我是覺得可以直接一波打上去 一波摁下去對 摁下去就贏了 他主要是看對方那兩傳命投下去了 他覺得佔的便宜也差不多了 這個 這個部隊數量 你又沒地雷 對啊這個壓不動的 你有地雷還可能壓得動 就直接衝飛了 又沒地雷又沒光頭 而且你是兩個解放者有什麼用嗎 別人狗獨棒飛龍 你解放者一點用都沒有加起來 這個解放者就是狐假虎威 是的呀 我只能說 Gumiho現在就是生化部隊也不咋地 他強還是強在他的那個接話場 好嘞啊 最後一盤了呀 這些話打起來了呀 這個輸了什麼都沒有啊 感謝這個單身狗補完計劃的一個飛機 感謝啊 他的單身狗 我們頻道其實很少有單身狗 都是 都應該有老婆有女朋友的 你怎麼知道呀 哎呀媽的要對我們頻道的一些觀眾有信心好嗎 不不不我不能說說完了又要被人 又要被人 又要被人砍 那那你 你是要慎重一點 我不能說 其他人說不說我不知道 反正我不能說 呵呵 我都在問好 哈哈哈哈 這你吧 哈哈哈哈 不要說了 不要說了 我們頻道的都是單身狗 這你 對了嗎 對不對 我們頻道的全他們都是單身狗 ! -! -! -! boards 哎 你們這些人蠻迷信呀 真的是迷信我靠 看上了一个妹子就大胆的去表白 这个仅限于你25岁前 你可以大胆的去表白 因为你除了年轻 你也没什么可输的 除了面子也没什么可输的 对呀 输得起啊 像《幻家之王》这样的 我告诉你 30岁左右的男人 要稳一点的了 什么稳一点 就是你妈主动让妹子来找她 知道吗 是吧 我不要说《幻家之王》 可能《幻家之王》 你们觉得距离有点远 我再打个比例 像小色这样的 一个公司的这种 也算是一个管理层的 随便找几个这种大学生妹子 等着大学生妹子来暗示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小色就经常做这种事情 还能这样干 你们经常做这种事情的吗 真的假的 你不要装傻 黄徐冬 我告诉你 你这个傻装的 还可以这样玩的 这个傻装的 我妈个蛋的 算了 公平要裸霜了 我以前跟他们说要先赚钱再找妹子 没错的呀 这个东西一样的 不管是有钱还是有权 你都可以找妹子 对不对 不 是妹子在找你 36岁的都去新辉国去了 还好我还没到36岁 你妈个蛋 黄徐冬还真的是36岁呢 我没36 我哪有36 干嘛你82年的不是36呢 35 我们还在吃35的饭 莫 哎不要把我说 不要把我说那么老好不好 妈该 拉大你这么说 我现在我今天34呢 对啊 你是34啊 哼 我们的心态还在18岁好不好 不不不不 18岁有点过了 我们的心态 我们的心态在20岁 对不对 二十岁二十岁二十岁 八二年的拉菲 拉菲是不是就是你年年数越长 就是越好喝或者越值钱吗 不是 是好像是好像是比如说是 那一年好像那个葡萄产的比较少 然后就比较珍贵那一年的那个酒 好像是这个意思啊 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没喝过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拉菲是不是就葡萄酒吗 我从来不 我从来不喝葡萄酒 所以我不知道 不我从来不喝酒 葡萄酒看葡萄的质量 对啊 就那一年好像就 就产得特别好嘛 可能是那一年的葡萄特别好 又比较少 就比较值钱 我们看比赛了 不跟你们扯这些东西的 我看 这般是关键 谁赢谁就能获得100美金 你妈的 100美金能在韩国找个好好机友去吃个烤肉了 或者是找个好机友去吃两顿那个韩国的那个什么海鲜海鲜部队火锅 不过有一点我刚刚告诉你韩国的那个什么午餐肉什么香肠真没有中国的午餐肉好吃 是吗 我还没注意过 真的 好了来了要空投了 裸霜的这样的空投啊 反正顾米尔的打法全部是这一招 就是先上来什么都不管先投一颗雷或者两颗雷 投了再说 他们说82年以后是96年和98年两年的拉费最贵 没研究过这种 有什么好喝的吗 我看82年好像是比较贵的 哎哟被瞄了 先骗一炮 没关系啊这个直接先先偷你一个那个 不如果没死我觉得才蛮划算的 你死了就二了 对啊 咦怎么还不投啊他 他投两场兵吗 他是不是直接投投到那个三框的地方吗 我感觉他是那个是先投一波 然后家里面编两个坦克 然后就是两船兵或者三船兵直接投那个三框的地方卡个位置 他不是一直用这个战术的吗 是不是吗 他一直都是一套战术 然后投完了之后转接化 有机会能投下来 他一会是卡了一个就坦克卡了一个七框后面的两个位置 什么Rogue的防守 我觉得也有点好呀 废话 这边投 这边那个投的刚刚投到尾 然后那个狗就过来 他就是一套三船兵 投完之后家里面还是走生化不对 生化不对 但是他这个就是三船兵直接投匹 我是觉得他是不是 后面是不是想保留一些战术 对保留保留一点机会化的战术有可能 而且 而且还有一点 肉哥本身打他机会化 他就有点打不过 他一直都有点打不过 他这一招就是三船兵那招 然后卡一个你看卡一个那个视野嘛 然后然后就在下面三船兵直接投皮股 这招我们都知道了 肉哥肯定也知道的 现在勾一下你的狗 然后勾完了直接卡卡框后面 肉哥可是有很多狗在那边啊 被勾了一点走 他是直接卡框后面 看他投的怎么样了 投不到东西 哇那么多女皇 一点机会都没有 强行投啊 急急急急 恭喜一下肉哥获得 这周的这个欧里摸的冠军啊 不过呢 孤明后并不会放弃 如果换了肉哥可能就放弃了 孤明后呢 我跟你们说 他是从草根走出来的一名选手 对 而且现在也没站队 对他一直都没 以前有 以前MVP 像MVP也不是说那种 就卡斯帕里面比较有钱的战队 就从来都 从来都是吃过苦日子过惯了的 没错 所以说他比较草根 所以说在这种局下 他还是有这种 这种继续打下去的这个动力的 比较珍惜你妈的 比赛的机会 真是这样的 你们要 你们要这么说也是 真是这样的 你妈的 你们就想他以前 以前在MVP打那个战队联赛的时候 被电脑砸到了 他还在继续打 坏了你妈坏了别人 估计你妈都直接躺下送医院了好吗 真的是苦过来的 这种苦过来的选手还是知道 知道有比赛不易 现在实力 比赛的珍贵 现在这个实力到现在这个阶段也不容易 死了死了死了 肉哥不给他机会了 还在卡位置 死了 这波没机会了 没机会是没机会 但是他这种精神 我觉得是值得我认可的 被肉哥什么大两颗雷就退了好多了 对 真是这样的我跟你说 这种就是 你妈苦过来的选手 就很珍惜这些比赛 竟然没打死 只死了两个农民 你妈你敢信 不过他的那个没了 他的那个 挂剑 挂剑的兴奋剂就差一点点时间 没关系 只要 只要没死都有机会 对对对对 他竟然没死 我这攻防好像差的有点远 两个两发也在 我再提呀 差不多呀 幸好兴奋剂掉了 不掉的话 我感觉肉哥还亏了 废 攻击中的选手是不准的 准备的选手是金莫、杨莫、杨莫、杨莫、白莫、这些选手 欣然把外面的房子先清了 这房子被鸡脚姿势了呀 可以吗 哈哈哈 真是鸡脚姿势 可以可以可以 感觉杨浩天这个半卡 我看他们说82年的拉菲 19到27万人民币一匹 那么夸张啊 自然兵投出去 然后看到对方的这个飞龙也还可以 感谢这个黑骑兔子的一个半卡 雪锅飘香的两个半卡 感谢感谢 虽然现在肉梗呢 的确优势非常大 而且他不管是从兵种的这个质量来看 还是从这个军坦的质量 因为军坦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压你 所以说你的军坦可以肆无自占地扑 但你要说没有可能翻盘嘛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啊 因为现在我跟黄旭东都站在 都站在姑米厚这一边 这可能就是所说的所谓的同情弱者吧 对 这这个图有机会翻的 因为姑米厚现在他至少有一点吧 就是他的攻防第一没落后 第二是三基地经济也不差 把这样图你要想一波冲死他也没那么容易 这个位置是不是有点过了 姑米厚上学 尽量换吧 哎呦 其实我觉得姑娘还可以其实散的真的 后面来个别打赢了 对真的散的还可以 但没这个了 没这个运输机就两个运输机 这波要一鼓作气啊 打不进去 真的要一鼓作气啊 打不进去打不进去 只能说给 肉格压力太大了 他有飞龙在上面 你这个运输机就两个 你要打进去还是很难的 只是这个压力其实是给大的 给足了 位置卡的也很恶心 对 没地雷你其实这个位置 别人要真冲下来也冲下来 他 他这个 就是他这个 生化部队嘛 最大的问题就没地雷 但是有一波部队在后面 怕不是要翻哪 这个局势 我感谢大家的办卡 名字太多我也数不过来 感谢感谢 要穿的要穿的 这几个光头在这个位置 这样站着 其实 其实对 肉格来说还是很烦 好 换家 飞龙换家 飞龙怎么不出去吗 我觉得飞龙可以出去的呀 飞龙出去 他怕被干 现在这局势 我告诉你 结后援 结得漂亮哦 这波可以 这波可以 这波后援 结得非常漂亮 这样的话 估计后这波兵 就有点伤了 如果接上来 其实对肉来说 压力就非常大 虽然你说 结不结不完嘛 但是结了 结了一些 也还可以了 对 好 路口冲开了 我只能说 就赢是 肉格赢了 但是 就估计后这种 不服输的意志 还是我觉得值得 被包了 被包了 这个大包家 包了个圆 这个位置已经设计好了 你从这个位置进来 死了死了死了 还前期太烈了 这三船兵 直接全倒 好 我们再切回去 继续给大家 看那个新地图